众所周知和平精英今天迎来大更新 如宝子们所见在修复许多bug的同时也兴天了吧 鲨鱼在开极谱而本体却在外面游荡 直播间小猴子吓坏了鲨鱼直接指出这是bug 由于小岛刷马点只有两个 而这把运气极差鲨鱼落地这么久一匹老马也没找到 鲨鱼当即决定飞行3000米去街巣 鲨鱼直接劳大鸡起飞 提前预标刷马点跨越3000米的爱情之旅起航 终于经过两分半劳大鸡顺利到达目的地也即将坠机 顺利迎接嫂子鲨鱼也发现一个重大变化 老马鞋撞后退加速的bug被修复 官方真是通勤打理 知道宝子们倒地后经常说差一枪差一枪 所以今天扩龙后的枪械子弹比平常多出一发 对此我们的沙师傅是这样说的 宝子们别急先吃一个鸡 不知道屏幕前的宝子们信了没有反正小编我是不信 只希望明天的战神杯别因新版本层出不穷的bug出意外就好 对了兄弟们说到战神杯 战神杯F2将于明天6号到10号开赛 本届战神杯不仅有传统的四排积分赛 而且还推出了双排抢分赛和特别有趣的超凡小队玩法 这是超凡小队介绍 欢迎宝子们来某牙观看2024和平精英战神杯F2 和平精英是一个3D游戏更是具有蝴蝶效应 注意鲨鱼此时偷袭的这个敌人 决赛圈他将会拯救鲨鱼于水火之中 是不是刚好少一颗他自救了 就在鲨鱼淘汰这个吉利福的开示 本局的蝴蝶效应开始发生 鲨鱼禁卷途中发现一支两人队 不对应该是鲨鱼以为是两人队 鲨鱼本想偷袭却被敌人发现一枪 封烟遮挡视野保护嫂子同时也有利于自己打药 打完要鲨鱼爬上石头混着烟雾击倒一人 另一人也是大残叉一枪鲨鱼以为是两人队直接码 却不料老马这时给鲨鱼拉了驼大的 不过鲨鱼却不知这是嫂子最后一次陪伴鲨鱼 并且也是最后一次保护鲨鱼 敌人队是满边看见队友倒一个圆点 两人也起码过来支援 所以鲨鱼钓到谁里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这是鲨鱼本局第一次极限生存 上岸血条即是红温 鲨鱼从不记仇因为他有仇当场就报 鲨鱼选好位置架起M417直接复仇连打逮捕 极品双字ID也经不住鲨鱼这个老六 鲨鱼的老马已经失去 却又离得远 还记得刚刚的吉利福吗 他的盒子拯救鲨鱼于水火之中 安全区即将刷新距离圈内较远 所以这个圈及时跳秒圈 没有再聚若再没有足够的要鲨鱼直接陨落 好在吉利福的盒子好好地补紧杀影 当然这个盒子不知是哪个狗分老六的 面前的盒子才是重点 本以为这样就足够惨了 没想到面前还出现一辆车停在山头 气氛直接降落到冰点 如果敌人一回头那么本期视频就直接结束 鲨鱼当场叫歌求敌人别回头 想象是美好的 现实是敌人被圈边其他队伍一颗雷赶走 不过好消息是鲨鱼成功到山顶打开突破口 先击倒一个奈何敌人有自救气 回头发现敌人再就队友鲨鱼直接补掉自己也是大惨 来到树后打药回复状态 好消息是鲨鱼抓住机会报仇直接秒掉螳螂 换消息是又一队敌人忙到里面 又一个好消息是没发现鲨鱼 鲨鱼坐收鱼翁之力 也明天有 死了你 只可惜本局如此精彩最后却没能吃鸡鲨鱼被两人集火带走 鲨鲨鲨鲨鱼